哈囉大家好,我是啦啦方糖,CheersSugar 那這一集就是非常多人敲碗的 啦啦隊頭髮製作 那剛剛就是先秀一下成品 那這個成品就是韓國隊伍Beast 他請我幫他們製作的 那基本上我已經完成了 那這一集主要是教大家怎麼去製作 那快速 這集應該會講蠻快的,所以我快速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做法 那在做法之前,就是所有的材料 我現在已經剪好了 對,那等一下我就是趕快的先把它做起來 那中間 告訴大家 就是 所有的材料的尺寸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在桌上,因為我還有在做其他隊伍 對 那 我這個桌子呢 就是專門的桌子 我每一次做頭髮都會用這一個 那這邊我已經有畫好線了 那基本上底部 我們一定會先用一個底部 那基本上都黑色跟白色 那我現在是用一些剩料 然後等一下去拼接做一個新的版本 那等一下好不好看我也不知道 對 對,那這個就是底部 3吋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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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吋就是差不多7.5公分 那總長呢 是66公分 我在這個桌子 有畫上66公分 還有33公分 35 28 20 16 15 10 這些都是有用處的 我在這個桌子上已經先畫好 我就不用每次都拿齒樑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對 這是比較快速懶人的方法 對 那我現在先把這一個做起來 第一款已經用好了 那就是 因為我需要等待它乾嘛 對 所以 要先等它乾的時候 就是你可能會浪費很多時間在等它乾 那我就先用 剛才已經先做好的那個 隊伍的 來我先來做一個給大家示範看一下 所以通常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邊會有一個交叉 對 那交叉的時候 這邊 從 這樣子看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好這邊看得到 這樣是以90度角為主 那 通常我也不知道大概會不會在90度 對 反正我都是這樣子去看 就是 給我自己看正面 對 好我給大家看一下正面這樣子 好 我自己看到的正面 大概是長這樣子 然後就抓一個大概的角度 你只要去抓這兩邊的角 這邊的長度 這邊的長度 視覺上看起來一樣就可以了 差不了太多 畢竟手工的怎麼可能每一個都一樣 好 然後這邊在抓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抓法就是這樣子 這邊交叉 抓完之後往上拉 往上拉 好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這樣子 變平的 就會變成這樣子 好大家看一下 好 往上拉抓 這時候拿起來 好我們再教你怎麼折 折的時候通常我這樣子看 好來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都從下面 下方開始折 往上折 對 折的時候你要往後看 後面會剛好切齊 切齊後面那一片 然後再折回來 折到就是你剛剛交叉的這個點 這個 下面的交叉點 OK 看得到齁 這邊下面的交叉點 然後壓下去之後 再折一次 OK 再 大概抓一個剛才那個 折的那個位置的感覺 再抓一次 然後再折折 來 再折 折回來 OK 就折到這樣 折的技術是需要花非常多時間去折 對 才有辦法折到大部分都一樣 那我通常會先用橡皮筋把它綁起來 對 橡皮筋把它綁起來 對 那看一下橡皮筋呢 橡皮筋是這種很小的橡皮筋 對 很小的橡皮筋 那我會把它綁兩次 然後這樣子看 好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好 現在這樣子呢 基本上 用視覺上看起來兩邊左右差不多 其實這樣子就可以 那我們從後面看 那我比較喜歡抓 它會有一個角度是長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就是 它有一個角度就是 它後面這一片 折過來後面的地方 折過來後面的地方 它應該 這邊繞一個圓 這樣子是一個圓 這樣子是一個圓 然後從後面這一塊 它要疊在 就是疊 現在是平行 現在是重疊平行 要這樣子下來 大家懂我意思嗎 這樣下來 好 盡量把它折成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覺得是最漂亮的 好 就是這樣子倒過來看 好 它會長這樣子 它會長這個形狀 這邊會有兩塊凹下去 對 這是我覺得它最漂亮的位置 好這邊看一下 這邊會有點瑕疵 就是 當你每次折起來 因為你每一塊黏 它是黏平行的 所以當你做起來之後 內側那個 本來是一樣長 但是它因為凹在裡面 它正常來說 它應該是要比較短一點點 所以它會變成這樣子 那其實 其實大家應該沒有太在意 對 但我自己本身會蠻在意這個點 所以我會盡量去把它壓平 對 在這個地方一直做壓平的動作 三角形 從這邊剪三角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剪刀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畫線 這裡有畫線 對 好畫線呢 我通常是用第二條 好我們從中間直接剪下去 就剪第二條線的位置 放在第二條線的位置 直接剪下去 剪到底 再一次 大概中間的位置 剪到底 好 然後我會從背面開始剪 後面先剪 我們就剪同一個角度 剪到最中間 把它剪斷 剪完 好我通常會從這邊剪 從背面剪 剪完之後 再剪正面 再這樣剪這樣剪 這樣子的話我剪的方式 它是全部同一個角度 我都是這樣在剪 那剪完之後呢 一定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收這個尾巴 收這個尾巴 用燒的 來回來回 對就這樣 來回來回 用燒的 好最後呢 我們這樣做完之後 我們來開始收尾 收尾我們是中間 大家看一下 原本是用橡皮筋綁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用熱龍槍 熱龍槍呢 大家記得熱龍槍 要點這個 這個是15公分 這個是15公分 寬度是1公分 總長是15公分 那記得熱龍膠 要點 點在這個收邊的上面 點收邊 點在收邊的這邊 最邊邊之後 我通常會黏在最上面這個位置 最上面這個位置 好 好 好大家看一下 OK最上面這個位置 然後是往後的方向 是往後的方向 好那記得為什麼要點在收邊 這一條上面呢 因為這個是橡皮筋 橡皮筋熱龍膠 如果直接上在這上面 有可能橡皮筋會斷掉 有可能橡皮筋會斷掉 OK 好這邊上去之後呢 我們第一 髮圈套進去 OK 套進去 那大概抓的位置呢 就是直接就在背面 背面正中間 OK 繞過去之後 第一圈先 第一圈一樣都先不上熱龍膠 第一圈把它繞完 把它繞完 OK 繞到重複之後 繞到重複之後 OK 我們現在進入第二圈 第二圈 第二圈我們再上熱龍膠 我們就是一直上在中間 然後再繼續 繞圈 繼續上 再繞圈 再繼續上 基本上我會做兩圈 對啊 因為 當然就是怕說它會爆掉之類的 所以要上兩圈 然後一樣最後要用打火機 收邊 收最後的結尾 那個小小 就是收邊的這個 這個也要收邊 然後再去做最後的處理 OK 基本上熱龍膠 你這樣手直接壓一定會燙 那你可能需要忍受一下這個燙 那你可能如果做一個兩個還好 那你可能做 五十一百個 對 就是跟我一樣 你可能常常在做一個隊伍可能要二十個 可能要三十個 也有可能四十個 對 好OK 完成了 對 那 隊伍的方式有很多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剛剛看一下 這個是Bist 所以它用B 我用B給它 對 放在中間 那這是一塊電鏽片 對電鏽片的話 如果字母電鏽片其實大家可以去找非常的多 那 這個的話 這個是設計的圖案 然後再燙上去的 就是它割出來它會有點像貼紙 然後是用運斗燙 燙上去 那這個位置的話 你可能就要自己想辦法去算 對 我現在也沒有辦法告訴你這邊十幾公分 因為我每次都是 在用一塊新的 然後再折起來 折起來之後再去找它的位置 然後 重新計算 對 其實每一個位置不太一樣 有可能是 大概的話 大概是這邊到這一塊的距離 大概從這邊算起來 大概是18到22公分左右 大概啦 但詳細我也不是很清楚 對 那我只能告訴大家這樣 那接下來好 現在最後 跟大家講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我的桌子 這邊是起點 這邊是起點 然後看一下 這個是10公分 15 16 20 28 33 35 這個好像是38 我沒有寫數字 然後這邊66 對 好跟大家講一下所有的公分數的用意 這邊 來看一下收邊 收邊 收邊 收邊基本上大的15公分 OK 大家了解齁 好 15公分 那再來就是28公分 好跟大家講一下什麼是28公分 28公分 就是大家現在看一下這個背面 通常如果 這邊 好大家看一下這個背面 我是不是都是沒有接完 都是沒有接完 沒有接到中間 這個位置就是28公分 為什麼是28呢 就是第一個沒接完 就是其實從正面看沒有任何問題 正面沒有任何問題 那後面的話就是 因為28公分 如果你想要省一些材料的話 OK 大家能明白我意思嗎 如果你想要省一些材料的話 看一下28公分 這邊 這邊都是用28公分減完的 這樣子的話是可以比較省材料 那如果 來再來是33公分 我剛說多少 總長 這全部的總長 總長就是66公分 三寸寬 總長 總長66 OK 所以33對中買一半 好一半呢 就是這中間 OK一半到這裡 那大家現在可以看一下 紫色這一塊 紫色這一塊 這邊的紫色 紫色 它是有突到對面的 它是有突到對面的 突到對面呢 大概就是一定是超過33 所以通常是35 或36 那基本上35它就一定會到對面 那建議大家 如果你要 你要嘛 就是你如果28這邊 你一定要把最後這邊一定要黏好 最後28這邊你一定要黏好 你如果沒黏好的話 它會 你在折之後它會打開來 它會打開來 它就會黏不好 對 那通常建議大家 如果你可能還不太會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都做35公分 突到對面 可是如果你 假設你是做這一塊 像這樣 一半就是 這邊是同一種 這邊是同一種 就是一半一半的風格 那你後面交叉過去之後 你兩邊都交叉 兩邊都做35公分 然後交叉過去 你中間會變得非常的厚 特別的厚 那你就是 你在折的時候可能會比較 難折一點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對 那整個剛才應該全部都說明到了 對 OK 好 那再來就是 來看一下小的 OK 小的 小的 它用的是 就是做吊飾用的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這邊有一個字 這是去墊鏽的 就是鏽學號 你在做之前 你要先把這個斷帶拿去 給人家鏽學號 然後 當然這個位置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公分 那你可能要自己去量一下 對 自己想辦法 OK 好 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是特殊 客製化定制 那可能這個 你可能要 因為我也不常做 然後所以 我沒有準確知道它的位置 它的公分數在哪裡 好 那就介紹一下這個是小的 小的 剛才為什麼會有一個38公分的位置 但它沒有寫 我再回過來 桌子上 小的 全長38公分 寬度1.5吋 大家懂我意思嗎 寬度1.5吋 38公分 折起來就是這樣子 那一樣 折法跟大的 小的都一樣 折法都是一樣 大家懂我意思嗎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背面 可以看一下背面 有沒有看到 後面這片 它是不是進來 它是不是比較小 這邊也是一樣 它是比較進來 有沒有看到 這個這個 對對對它在裡面 OK 那一樣 這邊看得到 凹槽 不管是大的還是小的都是一樣 那小的話 可以做這種 剪斜口的方式 那一樣要掃過 對 那就是基本上這就是做鑰匙圈 OK 好我想一下 還有什麼沒講到 對 我使用的是保麗龍膠 對 那保麗龍膠呢 對剛剛沒有講到 就是其反正你保麗龍膠 你用完之後你可能會像我這樣 手有沒有看到 對好就是黏的 手非常多都是都是 好嗎 那就是 對要介紹就是剛才說到 我黏完之後 它會 它需要等它乾 如果你馬上直接折起來的話 它可能會掉下來 因為它沒有乾 它可能會黏 它可能會互相黏住 會非常麻煩 所以當你黏完一個之後 你可能要等大概 十公分 不是十公分 十分鐘左右 然後你才有辦法去 呃 在它乾了之後 你才有辦法折 然後折好 然後用橡皮筋綁完之後 記得再去調整一下 你要看一下 對 那你再去調整 OK之後再去做 最後的熱龍膠 收邊收尾 大家懂我意思嗎 OK 那記得你不要 呃 做了之後 然後你把它放在那邊 然後你可能去睡覺 然後你隔天之後再來 折起來 它會變成全乾模式 就是 大概乾了之後 它還是軟的狀態 你會很好折 那如果它變成全乾 完全硬化之後 它會變超硬 你會整塊超硬 懂嗎 你這整條 你這整條會超硬 超硬 那你會很難折 對 你會折到手很痛 假設如果你要做 呃一個隊伍 二十個 四十個 那你折四十個 你會折到很痛苦 你會手很痛 大家 OK 看影片等你 能明白我意思嗎 OK 那基本上 呃如果 嗯沒什麼問題的話 應該 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應該沒有什麼沒介紹到的吧 OK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這支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會在 呃 在留言底下可以回覆你的問題 好嗎 OK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謝謝掰掰 掰掰 帶點讚 影片 分享 影片